洛杉矶艺术区中心中国建筑技术集团以及美国AC Martin建筑集团共同开发的洛杉矶艺术区中心项目日前正式启动 据介绍 该项目位于洛杉矶中心东侧黄金地段 总面积6万平方米 总投资2.65亿美元 是一个包揽了文化艺术 休闲娱乐 星级酒店的混合用途综合体 楼体将运用绿色 新能源应用 防灾减灾 智能集成技术 成为整个区域的标志性建筑 这个Artistic Center艺术中心从2008年我们开始有这个构思来建筑一个在洛杉矶的一个地标 艺术地标 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我们现在就很快去到最后的阶段 明年我们就可以动工了 谢谢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博士王伟表示 这是一次中美两大领军建筑公司的强强联手 而非竞争关系 希望大家合作共赢 一同打造举世瞩目的地标建筑 能够把这个项目呢 把它做好 做成一个标杆性的项目 也能够就是说 能够秀给大家就是说我们能够在一起合作 而不是就是说在一起互相的竞争 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合作 合作共赢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活动汤天 洛杉矶市议员Jose Huiza 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商务领事袁浩 洛杉矶中华总商会主席庄佩元等政商各界近百名人士参加发布会 各界代表上台发表演讲并领取贺状 凤凰卫视时期记者航地洛杉矶报导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